我叫秦全征 我在快手负责海外用户增长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为快手在目标市场获得新的用户 并且确保一定的留存水平 对于海外市场 快手认为它的用户规模会超过国内市场 在我们看来海外市场是极具潜力的 并且最近增长速度非常快 在选定市场层面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分析团队 他们会重点地去收集媒体 成本和当地精品的信息 来辅助我们决策开辟哪些新的市场 除此之外 在用户增长策略制定方面 因为我们有一些产品是冷启动阶段 所以需要在渠道和媒体上 去找到我们的核心用户和竞争对手 在这方面AppFlare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快手与AppFlare合合于2015年 当时刚开始做海外市场 所以选了一个市场份额比较大的 成为靠谱的合作平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AppFlare的服务非常满意 现在很多广告账户都是用来机器管理的 所以需要一些准确的实时的结果 以及安装量 激活量和留存的数据 同时AppFlare的数据也非常丰富 像一些助攻的数据也会有 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自动化的广告投放 另外一个就是事件回传 我们会给Facebook和Google回传一些事件数据 来优化我们的广告投放 这些我们都是通过AppFlare去完成的 AppFlare的市场份额高 在渠道归音上是行业内领先的公司 效果上也很好 AppFlare在API的对接上做得非常不错 我们有一些自动化的投放 跟AppFlare对接起来非常顺畅 做归音应该是公正客观的 不偏不倚 这是我对AppFlare最深刻的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